嗨,我是可恩 拍video这样久哦 今天这一集我终于要讲出来了 我的真实身份 我其实是一个被科技耽误的旅游博主 我们就阿咯算一下 去年到底去了多少个城市 21个 因为多数的出国其实都是为了 出席发布会啊 科技展啊 或者是摄影团等等 基本上就等于换一个地方工作吧 因为今天这个影片就是要来分享 如果你即将出国 或者你经常出国 或者你即将出任何的门都好啦 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带的咧 第一题 出国如何解决上网呢 上网基本分为四种方式 Pocket WiFi 当地的SIM卡 Roaming 或者是异性 前面两个咧 我是比较不推荐的 因为我以前买SIM卡 也是去到当地机场才来买的 缺点就是贵 Pocket WiFi的话 我觉得它缺点就是 随身带着 钟 整班人粘在一起才可以用到 还要charge电 Roaming的话其实是不错用的 每天2GB unlimited 然后像是有一些plan 它是可以98块一整个月任用的 如果你是一个月里面去几个国家 这样就很选择啦 D-SIM 是我最喜欢 还有最近最常用 最推荐的 它是虚拟的 就是说你买一张SIM卡 你是不需要 放进去 放进去的 不需要特地出门买 我通常就是出国的前一天才买 我买了之后一个小时左右 它就会向我一个QR Code scanner QR Code就可以直接上网 让我飞机都还没有下 我就可以联网的感觉 第二题 出国带什么耳机降噪好 我测评过 试用过很多耳机 有很贵的 有不贵的 有很紧的 也有非常紧的 但是我可以很老实跟大家讲啦 你们看我IG story就应该发现了 我过去6个月里面出国 我用最多的啦 就是Sony的两款耳机 第一款就是这个是 入耳式的WF-1000XM5 另外一款就是头戴式的WH-1000XM5 其实两个我是有戴在身上的 但是头戴式的 通常我是拿来装逼拍照用的 我用最多的还是其实是这个 原因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硬质是真的nice 然后它的降噪也是真的很舒服的 来于硬质和降噪 可以参考上次开箱 Sony的硬质是YYDS的 毕竟Sony就是有在专业做音响的嘛 它的高音是很爽 中音很稳 低音又很给 尤其是人声部分是真的很好听的 然后飞机上面的降噪功能 经过我几个月的实测 我只能用两个再形容就是舒服 就算戴着的时候我没有开音乐 那个压力也不会弄到我不舒服 其实用过来就应该懂我讲什么啦 戴上去你要赶快开音乐 不然也会很辛苦 除了舒服之外 其实它的降噪能力也是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 我做Face的时候 我旁边有一个小朋友 让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但是我都没有听到 我还睡得很好听 证明说 降噪真的很重要的 其实我是有听网友讲话的 网友feedback给我听 Sony耳机的音质跟降噪 没有你讲的那么好欸 那我猜可能是两个原因 你没有试过 你们耳塞的size可能选错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透过Sony耳机的apps啊 帮助断定你耳道的大小 这样就可以带到更加舒服 也可以得到更好的音质跟降噪表现啦 第二 电池用了6个月还是很好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哦 科技产品它是有寿命的嘛 无论你今天是手机电脑还是powerbank 你一直冲一直用一直冲一直用 你的电池肯定是越用越差的咯 把这个WF1000XM5啊 我用了6个月 它的电力哦还是妥妥的 平均每天都有用的情况下面 那4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支持快充很加分啊 从3分钟我就可以听歌多一个小时 就算我放在家99没有用 拿出来还是有电的哦 第三 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小功能 比如说小XM5啊 它自带一些smart feature的功能 叫做speak to chat 就是我现在听着歌的时候 只要我开始和别人讲话 音乐会自动pause 然后它就启动环境模式 讲完话之后呢 音乐会自动继续播放 很方便的 不用你的手去按音乐停的 另外一个叫做quick attention功能 这个功能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比如说 我在带着嘛 然后我就不用一直拖下来 我只要轻轻按住左边 它就可以听到大家讲话 我听得很清楚的 sorry sorry 然后整个声音好像突然 哇 通了 然后我会放手 就继续这样子哦 顺便在跟我们讲多一个功能 如果有电话进来的时候 你点下头就是可以借 转下头就是能够盖电话 第四 它真的是很小 它比起上一代它小了很多 所以我每一次出门我都是这样的 就是拿起我的bag 丢进去就搞定了 对 没错 我的bag就是这样搭 另外我手位是真的小啦 它不只是耳机合小 它是耳机都很小 因为sony知道很多女生是很需要的 所以如果你是耳道比较小的人 你硬带大的那种 ear tip 其实是不舒服的 所以还附送了比s更小的 ss size ear tip 你还是不应 不合耳朵的 ear tip 不只会影响影子 有时候你在飞机上睡觉 你睡醒哦 你都不懂它跳去哪里 所以在飞机上 我多数多数会戴头戴式的 但是头戴式也是一个缺点 就是我睡觉这样看屋的嘛 就有点不舒服 所以还是入耳式比较方便 哎 耳机讲了 现在轮到了第三 POWER BANG 啦 第三题 充电包限制多大容量 才不能上飞机 其实从美学出发是没有限制的 但是你就要hand carry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中国旅行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他们现在不是看MAH 就是毫安了 你10千 20千都可以 他们现在看的是 额定电池能量 只要不超过100瓦时都OK 而且一个人最多只可以带两个POWER BANG 这个是10千毫安的POWER BANG 它的电池能量是36瓦时 这个超大的是20千啊 93瓦时 你只要不超过20千你就save了 我自己的话 我常出国是带这个小个的 1000毫安 然后重点还是充电蛮快 就是SHAGIG加的 然后另外我还有一个是 这个是ADAM ELEMENT加的 它的好处就是 不用caver 然后这样子动下去 就可以开始充电了 然后你就可以爬爬走POWER BANG 这样都可以 第四题 照片很顶礼 用什么拍的 最后一个相机啦 一朵上呢 我撥在Facebook 或者是IG上面的照片呢 除非我很懒惰 或者是很急 不然阿Kate一定会 坚持要用相机帮我拍 所以 叹叹 镜头门 1234 但是从小到大 我要动的嘛 不要这样 可以动了吗 终于公开了 你不觉得很重了吗 你不要管啊 所以照片美妙 出门我的bag就小小个 他的bag就大大个 装相机 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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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光灯 相机我们是用什么勒 目前我们用这两台 第一台就是 现在排着我的 新买的 Sony A7 M4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之前就开始在用的A7C 这样如果 是我本人手拿拍Vlog的话 我就会用这一台 Sony ZV1 Mk2 或者是DJI Pocket 3 或者是iPhone这样子 好啦 这四项东西就是我 出门一定会带的啦 都已经在完这边了 没有啦 异性没有的 秀特别的 其余的像是 这种私人东西 你们就自己收啦 我就不用讲啦 希望今天这支影片 可以帮到你们 在旅行上面收东西 更加顺利 下次我再分享 更多的旅行tips 拜拜